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2点47分 跌47点 12点半以后卖压还是持续出来 早盘继续抢当冲的变成尾盘的卖压 现在当冲量很大 因为指数涨了2000多点之后 很多人已经不敢做破断了 所以都用当冲或隔日冲再做交易 所以往往在12点半以后 会有单边行情的发动 今天台北股市跌起4点 整个亚洲股市里面台北股市是最弱的 其他亚洲股市今天全部都涨 而且幅度还不小 你看澳洲涨1.1% 南韩涨0.5% 日本也涨了0.4% 大陆股市今天也是涨 目前小涨0.1% 那原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上个礼拜五道琼涨了60点 纳斯达克涨了0.8% 只有分成报道题跌了2.1% 因为川普在上礼拜五又喊出一个震撼弹 全面封锁华为 只要有用到美国技术 或者用到美国设备的 那都不能接华为的单子 如果要接的话 那要先经过美国的同意 可是他又另外开了90天的给华为的采购期 所以现在资讯很乱了 到底这90天算不算数 对华为的封锁到底全面开始了没 资讯很乱 可是已经造成全球股市的一些影响 尤其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间华为概念股 5G概念股 几乎全倒 全倒 那中国也但不可能 就这样子就接受 所以中国也发出了 跟美国相对抗的一个命令 针对苹果 针对高通也即将做出制裁 所以上个礼拜五高通也跌了5% 苹果当然跌的比较少 跌了0.5% 可是今天苹概股几乎也一起受摘殃 比较意外的 台积电今天正殃 今天台积电是重新 台积电跌了8块钱 跌了2% 台积电的ADR在上个礼拜五就跌掉4% 你知道台积电今天跌了8块钱 占加群指数就占了68点 红海今天倒是比较意外 跌了2% 2.7% 2.7%其实占大盘指数 也占了9.6点 那为什么说红海比较意外 红海第一季才赚一毛钱而已 股价今天竟然是那么的抗跌 那今天苹概股从红海 针鼎 针鼎 台郡 甚至于大力光 全部都是受摘殃 3406玉金光 全部都受摘殃 也跌了5.7% 所以两头犀牛在对撞 台湾是夹心饼干 夹在中间 所以台湾真的很无辜 可是今天南韩跟日本也很奇怪 南韩跟日本也有供货给华为 为什么南韩跟日本今天反而是涨的 那如果受创那么严重的话 大陆应该是影响更直接 因为影响到大陆5G的发展 包含影响到华为的供应链 华为供应链不是只有台湾日本南韩 他们自己当地的供应链是更多的 可是今天大陆股市其实表现起来 也是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台北股市的反应 我觉得是有点过头 有点过头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那今天台北股市受到华为事件的影响 除了5G 华为概念股 包含电子股 涨高的卖压都很重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起来50%以上的 这次电子股很多涨了60% 70% 包含3105稳帽 今天也大跌 这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急 不要急 5G概念股再等等 不要急 双红 3324双红 现在 散热模组反而影响比较少 操纵 反而比较没有影响 可是这个 既然5G都受影响 他们也会被连累 所以双红操纵也一律等低接就好 2383台光店 今天 大跌了6.9% 6213联帽 跌停板 6274台药也跌停板 那连2449金元店也跌停板 台积电单 跌了8块钱也不少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今天市场的资金很明显跑到哪里? 跑到防疫概念股 今天防疫概念股又全部起来 尤其口罩股 恒大康纳乡 圣红 全部都涨停 其实 康纳乡 第一季只有0.3元 跟我预估的差不多 我也是估三毛钱而已 圣红第一季还亏损0.3元 今天也是涨停 这个去什么? 都在涨加空 都在去加空 可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台北股市的多头是没有改变的 台北股市的多头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现在讲大盘 大盘上个礼拜出现两长黑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过 礼拜二的长黑133点 跟礼拜四的长黑157点 两根长黑一出现之后 已经注定台北股市即将进入调整波 那进入调整波不是坏事啊 让大家能够有减便宜或者机会 只是你要耐心等 涨高的股票你要币 那今天房地概念股全部起来 尤其都在嘎空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大盘多头还是存在的 因为大盘多头如果不存在了 那就没有嘎空的问题了 如果大盘是空头 好股票都起不来了 坏股票会跌更凶嘛 可是今天嘎空的股票全部都起来 尤其防疫概念股 所以跟大家讲过 不要去打空 你去做空 你会去打掉 你看恨大 真的嘎空又嘎上去了 康纳相间也是嘎空 又拉涨停了 那连盛宏 空单也有1275张 今天也是又去打掉了 所以你去做放空 你去做放空在这个时机点 你很容易被嘎的啦 你很容易被嘎的 最明显的就是什么 最明显就是 国光生计 国光生计 第一季也是亏损啊 股价已经涨到47.65 为什么 空单 一万空 两百八十六张 一万张的空单 难怪人家要嘎你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 你怎么会去做空 等低接 不要去追空 你空 你看他赔钱空 一档一档把你嘎上去 最近很多很多嘎空股啊 都是因为很多人 看到涨了2500点 看到个股 亏损 就放空 一放空就被嘎 很多啊 包含2049上营也是啊 亏损 也是叫嘎啊 亏损一样叫嘎啊 加登 更厉害 只赚一毛钱而已 也嘎到了快200块钱 所以大家不要去做空 你就找低接就好 避免被嘎空 口罩股的部分 这些股票我都不会去买了啦 因为都已经涨过头 这种突然涨停跌停 你没法再算 你算不贏他啊 你又不是主力 你怎么玩得赢他呢 反而远东西大家要注意 口罩接下来会开放出口 可是现在人家不要口罩了啦 因为世界各国他们自己都有生产线了 对不对 他们要的是原料 口罩不支部的原料 跟口罩绿材的原料 这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 那每个破端都是10天10天10天在走 这破端下来 从30块钱下来 到今天 已经是第9天了 所以今天 远东西 老师去2% 涨2% 不然你一下涨停一下跌停 对不对 你无从下手 涨去就涨去 够麻烦的 所以远东西接下来特别注意 这两天反转去确认之后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尤其每股净值38块钱 等到较稳 那金融股今天也扮演了 稳定的效果 大盘跌了75点 你看金融股就是很稳啊 都在闭闭的 所以说你如果 有强势标的 当然就做强势标的 可是你如果没有强势标的的话 先把资金停靠在金融股 尤其中售富邦金国泰金 先停在金融股 随时有补涨的机会 等到强势股买点出现了 再把资金做移转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运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卖压很重 尤其是涨高的个股 那从台积电开始 现在川普很麻烦啊 他要封锁华为 然后从台积电下手 那到底台积电 会不会听美国的话 那是不是以后 台积电接单 都要经过川普同意才能够接 川普如果不同意 台积电就不能接单 那是不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台积电真的会被美国给绑架吗 这个都是一个问号 台积电当然 他自己公司内部也不会告诉你 那礼拜有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华为紧急向台积电下了210亿的订单 这210亿的订单算不算数 如果这210亿的订单算数的话 那么反而会变成台积电 5月6月 业绩暴冲的一个焦点 那同时2449金元电 这主要接海斯测试订单的 那210亿的下单当然就是海斯嘛 这是华为海斯下的单嘛 如果这210亿过关 那么金元电接下来 5月6月营收反而就变成大爆充 所以你不要以今天个股的强弱 然后就断定行情的好坏 你看金元电今年 三四月已经领先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业绩0.78亿 也成长了1.3倍 股价相对是很低啊 因为今年它在基地台订单很多 基地台测试订单很多 那因为今天受到消息的影响 打了一根跌停板 那打了一根跌停板 如果说台积电接单210亿是有效的 那210亿的有效 那么金元电未来两个月 业绩就绝对是大爆充 所以这里不妨多冷静看待一下 那5G的概念股 今天华为概念股全部都中奖 今天华为概念股全部都中情 全部都中情我刚讲过 不要以今天的涨跌去断定 对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这两天事态会有个明朗 台积电接单有效没效 台积电会不会被川普给绑架 这个都是未来整个在发展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那以华为的事情来说 牵一把而动全身 它不是单纯晶片的问题 你晶片如果没有办法供应给华为 那华为他们自己海思 它会提高它的研发能力 对不对 因为以华为的手机拆解之后 最新款手机用美国的技术 用美国的产品只剩下1%而已 所以华为已经大量开始用自己国内研发的产品 那包含中心半导体也开始在强度强势的研发提高他们的制程 只是比较可谐的是中心半导体目前制程是13奈米 台积电是5奈米跟7奈米 所以如果台积电被美国绑架了 那中心他们大量投入资金快速研发 如果中心的技术上来 那反而对台积电是不利的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 他要思考方向其实面面俱到很多 我刚刚讲过千亿反而动全身 不是单纯晶片的问题 你看今天2327国具也是大跌 2492华星科也是大跌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被动元件的涨价 我是抱持比较高度怀疑的态度了 因为如果被动元件涨价是真的的话 那不会是国际 国具涨华星科跌 你看上个礼拜 太阳优电发布出来 第一季财报 减少了70% 今天太阳优电大跌了6% 春田制作所也大跌了3% 那胜高也大跌3% 这个对台北股市相关性的个股都有影响 所以个人觉得 华星科跟国具这两家公司 今天下跌 跟什么有关 跟日本的连带性是更密切的 华为影响还是有的 华为影响还是有的 这个地方 我上礼拜有教过你们 我上礼拜有给你们教过 你可以运用什么 你可以运用 第二波领先奇长股的旋股法 大盘在上个礼拜见高点开始修正 各股分两种 一种是4月中就见高点开始领先回档 中领先回档的会领先见底 那如果是跟5月上个礼拜 跟大盘一起见高点的 这回档可能至少要一个月以上 你从这个角度下去找 你就可以看清楚很多股票你能够低接 还是不能低接 所以我们举例像台光店 台光店上礼拜才见高点而已 所以刚开始修正 所以这要不可以摸 它修正时间可能还要在一个月以上 那包含 联帽也是上礼拜见高点 6月7日 台药也是上礼拜见高点 所以这些都不可以求的 3105文帽 4月中的旋股店嘛 所以这次下来之后 第一档的买点就可以特别注意 然后包含6230操纵 也是4月中见高点 3324双红 也是4月中的见高点 包含2449晶圆店 也是4月中旋股店 这次的调整 台积电接单的明朗化 不需要背观 这两天将是一个明确的答案 今天两千年大 到底是谁在买的 法人在买还是散户在买 这个等今天晚上金出表出来之后 我再告诉你 可是你要记得 5G的布局 5G的未来是看得见的 因为全世界未来 就在5G的架构下 来做发展 川普为什么要打华为 他就在阻挡华为 在5G方面领先的部署 所以可见5G是未来的世界 所以5G概念股 未来长期还是好的 只是你进场的时机点 拿捏是很重要的 谁可以先买 谁不能先买 台积电也是一样 台积电也是4月中建高点修正的 所以到时候台积电的一个买点点火 也是市场上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个股在尤其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卖压很重 传统产业 防疫跟金融股把这个盘给撑上来 所以电子股的部分 你就依照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种方式 找4月中建高点领先修正的 注意最近低点的买讯 至于上个礼拜才建高点 这个一定要避开 这才刚要开始修正而已 那不好去给我白空 现在空单一多 只要1000张以上很容易都被夹上去 你可以加入我囤积肌肉股588 我来找 买点到我带你来买 我们来布局第二波领先的7张股 我们的负担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理财周摊20周年理财大使选拔 总奖金45万元 报名戒指直到5月20号 详细内容请搜寻理财大使或影片下方连结